GQ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韋君 性感对我来讲 它就是一种态度 对 它就是一个态度 它没有说来自于 什么样的服装 或什么样的尺度 而是 就是整个人散发出来的 一个态度 一个感觉 但是如果要说 我觉得自己最性感的部位 我觉得 我其实一直都没有觉得 自己是一个性感的人 就是从来没有 但是我今天看到拍出来的照片 我才发现 原来我有性感的一面 但是自己平常不觉得 然后也没有去做过这样的尝试 那自于我自己性感的部位 如果说 从今天的照片看起来的话 我想应该就是 腰啊跟臀的曲线 印象比较深刻 大概是 那个有黑色马甲跟吊带袜那个 因为我想我应该不可能穿到那样的衣服 而我也不可能去买那样的衣服 在平常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拍照的时候做这样的尝试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服装 在拍那个造型的时候 多了一些就是那个肢体方面的动作 然后我觉得看起来感觉很好 自己都还蛮就是 就是有爱上自己的感觉 昨天来拍照之前 然后公司的人跟我说有木马 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很惊讶 而且不太能接受 因为那时候我一直觉得 天哪 木马 然后我们又在一个汽车旅馆 它会不会就是感觉有点青涩 所以我有一点担心 但是今天看到这两批 他们还真是木马 他们真的会动 就像旋转木马这样会高高低低的动 那个可能也因为他们的造型 的确就是可爱 童真一点 所以完全打翻了我进来之前的 紧张跟担心